嘿 大家好 我是金 我常常会在视频中提到我不吃肤脂 就会有一些小伙伴问我 为什么不吃哪些食物含有肤脂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深入地来科普一下肤脂这个东西 它究竟是什么 哪些食物含有它 为什么我要戒掉 你需不需要戒掉 如果要戒掉哪些食物不含肤脂 那么首先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肤脂 肤脂是一些常见古物 例如小麦 大麦 黑麦中的蛋白质 家族 它是负责让你的面粉能够粘在一起的一种明星物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面条 面包会那么有嚼劲 gluten这个词在拉丁语里的意思其实就是浇水 如果你想看到肤脂长什么样子 其实非常简单 就用面粉和水混合在一起做一个面团 然后用水来冲洗 去掉淀粉和纤维 剩下的就是一团肤脂的混合物 我们在国内也把它称作面筋 那么哪些食物会含有肤脂呢 肤脂最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小麦 那我们平时用的面粉大部分都是小麦做的 所以说任何用面粉做的东西 其实都含有肤脂 这就包括了我们平时吃的包子 馒头 面包 面条 披萨 各种糕点 甜点 面筋 凉皮 辣条 这些其实是纯肤脂 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小麦这个东西 其实会分不同品种 所以有些时候在食物标签上 它不一定写小麦 有可能是用了其他名字 所以我全部给大家列出来 这些都是不同的小麦都会含有肤脂 除了小麦 大麦和黑麦也会含有肤脂 最后肤脂现在也是我们食物和个人护理产品中 最常见的一种添加剂 因为它是一种稳定性 所以从酱油到护发素里 很多东西里其实都有它的身影 那我为什么要戒掉肤脂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会引发炎症 肤脂的粘性会干扰食物的分解 所以没有完全被消化的食物和这个肤脂 会粘在我们的肠道壁上 形成一种糊状的残渣 然后我们的身体会对这个残渣 做出负面的反应 会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 然后开始一系列的炎症反应 会释放一些炎症的性食分子 来标记这些食物颗粒为敌人 然后会释放炎症的化学物质 来消灭这些颗粒 那么少量的炎症反应 是我们也有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慢性炎症 我们现在都知道是所有慢性疾病 每个罪魁获胜 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可能导致肠脑症 那我刚刚描述的这个发炎过程 常常会对我们的肠道组织 肠道壁造成损伤 此外肤质还会让我们的肠道中分泌一种 叫Zonalon的蛋白质 那么这种蛋白质也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壁 所以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 就有可能导致肠漏症了 那一旦我们的肠道壁有损伤 本应该留在我们肠道中的一些物质 会泄露到我们的血液中 这样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变得更警惕 更活跃炎症反应会更严重 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医生都认为 肠漏症和各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心理疾病 癌症各种过敏 哮喘 绰绰等都有关 第三个原因也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不吃肤脂的时候状态更好 我会更有活力 更警觉 更专注 情绪会更稳定 更快乐一些 同时我的身体 我觉得没有那么臃肿 皮肤的状态也会更好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会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 吃一段时间感觉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不吃肤脂的时候 我感觉是更好的 所以你应该戒掉肤脂吗 一般我会建议一下 无类人群考虑戒掉肤脂 首先是有慢性消化系统问题的人 第二是患有炎症过敏免疫系统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人 第三是甲状腺有问题的人 第四是精神和情绪有波动的人 第五是患有精神系统疾病的人 如果你想戒掉肤脂应该如何做呢 我通常会建议我的健康咨询客户 先戒掉一个月30天的样子 然后去戒掉肤脂的主要来源 就是小麦大麦和黑麦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其实就是戒掉面食 那么除非你是Celia乳蜜蟹 对肤脂严重过敏 否则不需要太担心酱料 例如酱油或者个人护理产品里面 含有的少量肤脂 它们的剂量很低 完全去避免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这可以是第二步 然后就去多观察 你不吃肤脂的这段时间的一个整体状态 这包括了你的身体 你的精神 你的情感各方面 最后我给大家列出所有不含肤脂的食物 所有的蔬菜 水果 肉类 坚果和种子 所有豆类 古物中的米饭 线菜 竹芋 草麦 亚麻子 小米 梨麦 高粱 大豆 木薯 和台肤都不含肤脂 大家如果对肤脂这个话题感兴趣 我非常建议大家读这本书 David Perlmutter写的Green Brain 中文好像是古物大脑 好了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期见 拜拜